主题是REGREADEN 有爱城市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与举办 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研习营的团队进行会面 由亚洲设计联盟主办的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研习营 今年8月20到8月26将首度来到基隆举办 市长谢国良相当期待来自国际青年的新思维与设计力 让基隆更有特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宣传 因为我们一直很想把有爱城市把我们的理念宣扬出去 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旅客 即便是有特殊需求的 他们来到基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基隆 对这些特殊朋友的关怀跟环境的建制 那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国际级的设计学生 所以这些优秀的国际级的设计学生 他们来到基隆给我们的一些发想或设计的原稿的时候 我有特别请阐发出 都要把这些人的创意能够留下来 因为哪怕他们在城市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设施给我们一些好的创意 也许就会带来一些城市景观跟整个设计的改变 这些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往年的话都是台日韩轮流举办 所以像日本的话我们就会到九州 到横滨到北海道去各个不同的城市举办 那像在韩国的话就会到首尔到福山 那其实每一次的不同城市举办的时候 我们就会透过这样一个礼拜的 包括像参访去了解这个城市 可以有哪些可以透过设计来去改变的地方 那也会提供这个城市一些后续能够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在这一次八月的时候 台日韩三国的设计师一起到基隆 我们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也透过这边的市政的一些建设的参访 我们了解说可以怎么样在后续 包括像是街道的家具 刚才市长这边也有提到 就是如何打造一个更有爱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可以让街道家具 然后跟关怀这些无障碍的这些设施 那包括像永续的思考 也是对这个城市也很有帮助的 那这些都会纳入到我们在这个工作研究的这个议题 那最后一天呢 我们就邀请三国的理事长和设计师 那一起来做一个成果的发表会 那当然这个成果发表会 把大家的concept发表出来之后 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施政的一个方向 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些学生 他们原本只是一个梦想 但是呢这个梦想呢 可以在基隆可以美梦成真 像刚才也有提到 我们觉得就是设计呢 它其实不只是要设计出一个有形的东西 而是我们要创造出设计跟一个这个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一个相关的连结性 那像刚才有提到 基隆是一个雨下雨的非常多的城市 其实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看能产生出什么设计 跟这个部分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连结是很重要的 市长谢国良表示 期盼透过台日韩的优秀青年 为基隆注入创新能量 也协助基隆行销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